哈喽大家好,我是布林杰 哇,原来是回复血量 在生存模式中非常有用 再看这个墨影胡萝卜 放入后是增加跳跃力 咦,这个倒霉的鱼是什么效果 放进去看看 哇,原来会增加饥饿感 不过相对的补偿了我的幸运值 我来尝试一下 如果造多个雕像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造了四个 分别放入不同的圣物 看看会发生什么 这边放一个黄金之星 这边再放一个加防御的圣物 然后再放一个墨影匕首 最后再是一个暗影斗篷 这样一来我就是超人了 影声后速度越快 不可老两个气质 我再放一些附加成的圣物 看看会有什么效果 一个素鱼加一个不满青苔的盾牌 最后一个倒霉的鱼加破碎的刀刃 这样一来身上全是附的效果了 如果是在生存模式下的 那么需要用八个石头和一个钻石 合成四个雕像石 八个石头加一个箱子 合成一个雕像底座 这样就可以制作雕像了 除了雕像本身 雕像的底座也是可以打开的 在底座加入光环征服器 可以扩大雕像的范围 我现在加入了四个三级增幅器 那么远居然都有效果 这个模组还有许多圣物 我这里就不介绍了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去网上下载下来 那么今天的模组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是多雕像过不去的 不凌不凌凌姐 拜拜